经济部和所属机构运动会 今年是分项分析在各地举行 在嘉义市举行的是桌球比赛 分为青年组、中年组和女子组 参加比赛的有国贸局和商品检验局等20个单位的35个球队 共有240多名选手 各球队在攻击之下都有相当多的练习 所以实力都很不弱 比赛相当精彩